大家好,歡迎收看收聽 另一輯的散打2.0 今天就是9月23日星期一的日子 因為今天下班比較晚一點 現在我看一看已經是7.11個字了 所以有機會今天這個影片上載可能會比平時遲一點 希望網友不要介意 今天我們就講一個比較短一點的話題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造船業的一些最近的發展 首先要先離身 因為如果有看開節目的網友應該都會知道或者記得 我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其中一個convection call就是關於造船業 特別是韓國的一些造船的公司的股價 我自己本身也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投資了在韓國最大的造船公司的股票 所以我是一個持份者 所以先離身 我所說的話可能 或者我的意見來說可能是有一些自己的利益所在 所以未必是完全中立 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 但是其實這次想說 我不是要推廣 我買的那隻股票那間公司的特別的情況 或者怎樣吸引之主 不是這件事 而是想說說 因為我去年持有 即是開始買入 我到現在是延遲有的 其實在過去一年來說 我好像是 約兩地增加了少少持股 OK 那 而是我記得 曾經有網友都好像問過的 還是我拍檔問過 我忘記了 那就是 為什麼我要山場水縣 去買 一間韓國的船公司 因為在香港來說的話 你要買韓國的股票 首先不是 那麼多的 券商是可以做的 當然是有的 多虧我拍檔Eddie介紹 所以後來也是 開了一個 券商是可以買韓國的股票 但是 始終你不是好像買港股 香港就沒有造船公司 國內有 國內是有造船公司的股票 那麼你買國內的 起碼也簡單一點 譬如說你想 國內的船公司的話 就應該都是只有A股的 但是起碼你在香港 如果想買A股來說的話 應該也有很多 證券行是可以提供到這樣的 便捷或者方便 那為什麼不考慮呢 再加上 在過去幾年來說的話 其實如果你看回不同的國家的造船工業來說的話 中國造船工業的發展是非常之快的 曾幾何時 在我入行的時候來說 當時全世界你說如果說造船業的 以國家來說的話 就是那個規模 當然當時日本 就是佔優的 如果以一個國家的造船的 如果以敦位來計的話 當時日本是首位一致的 但是後來去到應該是九十年 2000年打後 就開始漸漸被韓國的三大 三強的船廠爬過了日本 去到我想應該是 大概十年左右前 或者十多年開始 中國造船的能力 又爬過了韓國 如果純粹以 造船的產能來說的話 今時今日仍然是中國 中國是產能最大的 韓國是第二大 以產能計 然後就是日本 所以 為什麼我不考慮中國的造船廠呢 又近一點 規模又大一點 發展又快一點 還有如果看回 在過去十年來說的話 中國船廠 所贏到的 訂單 其實也都是 增長非常之快的 但是為什麼我也是考慮韓國呢 首先如果從一個基本角度來說的話 韓國的造船業 其實主要是三大船廠而已 所以 在韓國本土來說的話 所謂的競爭對手 相對比較有限的 中國來說的話其實就 曾幾何時就更加是 即是 即是 百花盛況 因為在2000年的時候來說的話 或者2000年代表來說的話 全球對於一些商品 包括原油 包括一些乾散貨 特別是譬如可能是穀物 以至一些礦 然後當然是因為中國的生產力 高度地釋放 所以這個貨櫃商的需求 都是高度地增長 所以那段時間來說 也都是觸發了 很多對船的訂單 即是很多的一些運輸公司來說的話 那個需求 那個運輸 運輸的需求很大 於是乎 訂單就好像雪花 飛一樣 周圍要穩 所以中國也都 承著那個時間來說的話 很多的一些 國有的也有 地方政府也都是大力地 就是推動一些 就是地方的船廠 就加大規模 就是進取地去訂單 所以在那個年代來說的話 中國造船的規模 是高速地發展 高速地膨脹 所以真的是 五花八門 諸如此類 但是 到了07、08年 美國的次案風暴 觸發了金融海嘯之後 整個遊戲就改變了 OK 因為那次的經濟帶來的衝擊 也都同一時間 使得商品市場的黃金時期 劃上句號 油價當然大跌 在07、08年的時候油價就急跌了 而很多的一些 就是對 譬如說 礦的需求 也都受到影響 所以 在那個時候來說的話 再加上就是之前幾年 對一些船的訂單 就好像雪花、飛樓那樣 所以大量的船的訂單 之後就開始交付了 就是過了幾年之後 之前的訂單就開始 船完成了就交付了 所以 在那段時間來說的話 大概由08、09、10年打後來說的話 每一年都有大量的新船落水 這些船又有 就是剛才所說的 貨櫃船當然是多了 運輸的船也有 乾散貨船也有 基本上就所有類型的船 那個運載力 都在那段時間高度的釋放 而經濟又弱 所以呢 那個運載力 大量釋放之後 就令到那個價格運輸的成本 就大量的下跌 所以 那些運輸公司當然就 年年虧錢 就算有些船的訂單 那些船廠就說算了 我撻訂了 你不要交付了 所以呢 那段時間來講的話 船公司的營運也很困難 股價大跌 船廠的股價也大跌 韓國三大船廠的股價也跌到反艇 這個是 由大概2011年的時候的高位 開始下跌 就是說我說韓國船廠的 造船廠的股價 2011年的時候的高位下跌 跌到低位的時候 那個低位應該說是2019年 2020年 2020年 或者21年的時候 就是那個整個下降的 那個行業下降期 是維持了八年九年 差不多 股價是跌了 由八成幾到九成 不等 是很慘烈的 中國的很多船廠也都倒閉了 特別是地方那些 地方政府沒有能力支持 中國政府救的都當然先救了國企那些 民營那些地方 經營那些 就當然是 就是 就是次一步的 所以當時來說 整個行業 都非常之 淒慘 這件事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兩年前 去年 年台灣的時候 我就覺得 開始好像 轉圈了 任何 最嚴寒的冬天都總會過去的 冬天過去之後來說 應該都會迎來 其實起碼有個春天和夏天 可以維持多久 不敢說 但是 覺得起碼這個 就是 回暖的話 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這可能是一個 投資的一個機遇 所以我就說 正義言就 用了這一步 但是我 考慮韓國 因為韓國相對來說 都是三大船廠 OK 而中國來說的話 其實雖然已經倒閉了很多 但是仍然是有不少 所以他們的競爭性 都仍然是 頗大 另一方面 我考慮韓國船廠來說的話 因為 韓國船廠 如果你從那個 生產船隻的成本來說的話 老實說 沒有可能比中國便宜 中國在 所有大型的製造來說的話 那個產能 都是驚人 OK 所以 他們的價格 也是非常具有競爭性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說 說說一艘船的 訂的成本來說的話 中國絕對是一個 叫做價格領導 OK 韓國的優勢 當然它的造工 質量、巨民 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韓國來說也比較穩定 因為它組裝船的整個過程來講的話 生產的過程來講的話 效率比較高 所以 韓國造船交付來說的話 那個轉回時間 一般來說都是比較短的轉回時間 再加上 韓國在造船來說的話 它的設計的水平是比較先進的 所以韓國它接的訂單 很多時候都可能是一些規格上要求比較高一點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新式的船種 OK 所以就比較多是一些高價一點 價值含量比較高一點的船 或者訂單 韓國比較有佔優勢 中國來說的話就可能是一些比較 我們都大部分 見怪見熟的 一些叫做主流的 總船型來講的話 中國方面就佔了優勢 所以 理論上來說 韓國第一個競爭比較少 第二 它專攻一些比較有價值 增值的船來講的話 理論上 應該利潤是會比較 比較可觀一點 OK 而我比較擔心就是中國的 做船業的競爭 還有中國來講的話 始終一個是 中央主導的 一個經濟規格來說的話 其實我就比較少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就比較少 這個就是我 選擇韓國做船的 股價的原因 為什麼要說回 這麼久之前 也不可以說回舊市 或者說回我自己的 因為 最近 看到有一個消息 就是中國 中央的指引下 有兩間中國都很大型的船廠 即做船廠 將會合併 變成更加大了 而這兩間合併的船廠 本身來說規模都已經不小了 已經是 所以 他合併了之後 很有機會 是可以挑戰 全球最大船廠 就是 韓國的 現代船廠 協併地 那個地位 那就是中國在 他的規劃來說的話 其實近這一年來說的話 其實都是鼓吹著不同行業 一個合併的情況 就是將 這些不同行業當中 都是可以能夠發展出一些 真的可以舉足輕重 有市場領導地位的 一些企業 船來講的話 做船業 就其中一個 進行中的 行業 所以其實這一件事 也都 令到我對 這個 做船業 也看回多一點 起碼說 如果中國 這兩間船廠合併之後 會不會影響整個做船業的遊戲 或者影響未來的 買家的訂單的取向 資料等等 會不會對 韓國的做船業 會帶來一個很大的 挑戰或者影響 這些當然 我都需要 有所理解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 持份者 這個是一個 了解完之後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 找到的資訊 讓我先 分享一個 有幾張圖 或者有幾個段新聞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 值此 講解一下 首先 現在看到的這個 彭博的新聞 給大家看回 過去十年來講的話 全球 造船業來講的話 如果以造船的 能力 或者噸位 來計算的話 到底哪些國家 是最主要的造船的 和國 其實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十年之前 就是2014年的時候來講的話 其實在那時候 中國已經是 如果純粹以噸位來計算的話 就已經是領先全球了 中國的 當年來講的話 大家這裡也看到 當時全球造船的 總產量 63.7 100萬噸 而中國已經佔了22.9 韓國佔了21.9 所以在 十年之前 中國的造船 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 造船的 王國 但是韓國仍然是佔第二的 第三就是日本 所以 黑色就是中國 啡色就是韓國 粉紅色 就是日本 這個情況基本上 一直都維持 一直維持 去到 十年前2014 去到去年2023來講的話 當然 次序仍然是一樣的 中國仍然是最大的 韓國第二 日本第三 但是 可以看到 中國的生產量 佔全球的 市場份額 就再進一步加大了 去到去年來講的話 基本上是 佔全球造船的 超過一半的 份額 都是在中國 所以你可以想想 中國造船的規模 和能力來講的話 都是非常之強 那麼 也挺有趣的 如果你看回這個圖裡面 美國的佔備 因為曾幾何時 在二次大戰前後來講的話 美國當時的造船業 也是一個很龐大的工業 但是 從四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打後來講的話 美國的造船業 就一直開始萎縮 OK 那麼 造船的公司 船廠 整體來說的話 大幅減少 去到現在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全美國是有規模的造船廠 不是那些 不是蝴蝶那種來講的話 其實好像只剩下10間 OK 所以如果你看回這個圖來講的話 藍色的就是美國 所以你看到 藍色的比例 很少到很少 相對來說的話 歐盟的 佔的造船的產量 比美國還要多 OK 所以看回 去到近期來講的話 美國的產量 基本上已經看不到 OK 就是非常之少 OK 這個就是全球的造船 讓大家知道 原來中國的造船 以噸位來講的 是很大的 佔全球已經超過一半 但是 剛才說了 中國的船的訂單 比較多 就是集中在一些主流的船營 OK 但是對於一些可能規格要求比較高一些 比較另類的船種來講的話 其實南韓和日本 日本其實那個生產船的規模 當然跟中國和南韓就已經是比下去了 但是日本 也都是靠它一些比較特別的船營 來講的話 日本那個技術 那個設計和生產技術來講的話 都仍然是很先進的 所以日本和南韓就比較針對高端的船的需求 去營運的 如果我們看另外一個圖 這個圖 就顯示了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中國 韓國和日本 收到船的訂單 他就分別以金額 以及以那個噸位去計算 這樣都很簡單 如果我們看回如果以噸位去計算 就是這個右手邊的這張圖來講的話 那就很明顯地了 中國 這個是今年第一季 中國以噸位計算的話 是最多的 就是接收的訂單 韓國就僅次於日本就接得很少的比例了 OK 但是如果我們將這個改用 以金額去計算來講的話 這個情況就很不同了 如果以金額的話 南韓接收的訂單的金額是最高的 中國就第二 日本當然因為基本上接的訂單都少了 所以就無論以那個 就是噸位計算或者金額計算的話 日本都一定是第三的已經是 不過有趣的就是 南韓和中國的訂單來講的話 以噸位和金額計的話 那個排位就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都突顯了剛才所說的 南韓就是比較針對於那些比較貴價的 要求比較高一點的 或者特別一點的船種這個情況 那麼想說說就是 中國這兩間船廠 合併的這件事 首先這兩間船廠 如果大家不太留意這個新聞 OK 分別就是一間 叫做中國船舶工業股份 英文說的叫做 CSSC Holdings 另外那間叫做中國船船舶工業股份 OK 就叫做中國船舶重工集團 英文簡寫是CSIC 所以其實中文的名字 也差一點點 一間就叫做中國船舶工業 一間就是中國船舶重工 英文來講的一個簡寫都是差一個字母而已 一間就叫做 CSC 就是CSSC 一間就是CSIC 所以其實都很容易混淆的 不過這兩間公司雖然規模也很大 但是兩間公司的客戶群是有些不同的 當然兩間公司都是國企的公司 但是這兩間公司所針對的客戶群 就有些分別 這間CSSC 叫做中國船舶工業的話 它比較主要就是商業用的 就是它針對的船種都是商業所用的船隻 所以它的訂單當然有不少是來自國內的船運公司的訂單 但是也有不少是國外的 它的國內與國外的訂單的比例來講 客戶比例來講的話 其實來自中國的訂單 是佔它 譬如說2023年來講的話 大概是三成左右的收益 它有七成來講的話 是來自於海外的訂單 所以這是一個它的特色 它針對商用船 以及其實它的客戶群 是海外的客戶 反而是佔多 另外這一間就很不同了 另外這間中國船舶重工來講的話 它一半以上的 如果以去年2023年的業績來講的話 它一半以上的訂單是來自國內 還有它有一個 比例上不少的 是與中國軍隊、軍方的船有關 所以其實這間中國船舶重工來講的話 它除了生產一些商務的船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有生產一些中國海軍 或者中國的軍隊 所使用的船 所以這兩間公司 如果譬如說我們上去雅虎看的話 當然雅虎會有一個股價 這個就是CSC 過去五年的股價 其實股價也一直持續上升 另外那間CSIC 那個股價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看五年 其實相對就一般了 所以這兩間船公司的股價 先不要說它的營運 因為如果看盤數來講的話 這間公司這個CSIC 其實是沒有盈利的 起碼去年沒有盈利 所以股價也在反映營運的情況 另外那間CSSC 就有盈利 而且股價過去五年來講 都是向上的情況 除了這件事之外來講的話 也因為剛才說 這間中國船舶重工來講的話 它有幫中國軍隊生產製造船隻 所以在美國是一個禁售的公司 就是捉美國幾年前的時候 對中國一些企業有一個禁制 一個禁制 就是美國的投資者 包括基金也好 國人也好的話 是不可以投資在這些被盈利的企業 而因為這間中國船舶重工 和中國軍方有一個業務的往來 有幫助他們造船 所以亦都是在優惠的 所以這個就有分別 而另外那間 就是中國船舶工業 就沒有這個禁制 這個情況 所以首先 我看到這個收購合併來講的話 我當然不其然就想到這件事了 因為 其實 這兩間船公司 第一就是一間就有錢賺 一間就沒有錢賺 所以 在中國的一個 就是 思維上來講的話 將這兩間公司合併之後 就期望就是可以 合併之後來講的話 船的規模就更加大了 就更加有經濟效益 之類之類的 在國際上 就更加有競爭力 但是問題就是 其中之一間 這間公司是美國現在優惠的公司 那麼 就是 除了美國的投資者 包括基金 就是不可以買之外來講的話 我估計第二些的 企業 就是不是美國的企業 但是以一些國家的企業來講的話 在考慮 下船訂單的時候來講的話 都會考慮到 咦?另外那間 中國船舶重工 給美國優惠的 這樣 下船訂單的話 是不是應該選擇 其中一些企業 不要選擇它呢? 因為 都不想得罪 或者踩到美國的線 好了 現在兩間公司來講的話 那些優惠可以 流進去 另外那間 這個CSSC 這個中國船舶工業 但是合併了之後 整個集團的話 你就會有一部分業務 跟中國軍方有關係 到時會不會合併了之後的個體 都會成為美國的優惠呢? 如果是的話 你沒有利益的 你合併了之後 可能在營運上來講的話 你有一個更高的效率 但是 你說在國際上 有一個更高的競爭力的話 可能反而是 反過來走 因為如果你 被美國列為 是優惠的企業來講的話 可能是更加影響了 接受訂單的情況 這個反而是一個 是不是都值得考慮 或者我不知道中國的當局來講的話 有沒有在這方面 有任何的考慮 或者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 甚至乎和美國那邊有聊天 合併了之後來講的話 可能是可以避過了 被優惠的一個機會 這件事情就真的不知道了 OK? 不過 這個也是一個 值得關注一下的發展 其實說到造船業來講的話 其實近期來說 我也有一些消息 是值得大家 留意一下 或者探討一下 對於我的 就是我的時故來講的話 當然也有可能會影響的 因為如果大家近期有留意的話 其實美國的軍方 特別是海軍那邊來講的話 的高層 近期就去韓國和日本 就訪問 OK? 訪問內容來講 或者那個焦點 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其實近期來講的話 就認知到 或者其實應該都是一直知道的 不過就更加有緊急地看到就是 因為中國的造船的能力高度的釋放 剛才我們也看到了 OK? 不僅是商用船 中國生產軍隊用的船的產能也是高度的釋放 所以在近年來講的話 中國海軍的船隻的數目就不斷高速地增加 當然美國也是不斷更新自己的軍隊的船隻 但是問題就是美國有一個法例 就是所有美國的軍方的一些兵器 都要在美國生產製造 包括船 好了 這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剛才說了 美國造船業 以及大家剛才看到了 美國造船業的規模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來說的話 是不斷地縮減的 去到現在來說的話 有能力生產製造美國軍隊的海軍的船隻的船廠 好像只剩下四間或五間 所以 生產的能力 製造的能力 以及效率 其實都是 頗低 成本就不用說了 在美國生產來講 製造這些成本就一定是高了 但是 因為美國法例的保障 導致這幾間船廠 都繼續可以享受到一個 頗不錯的利潤 而且因為軍方也沒得選擇 因為法例要求 一定要在美國的本土製造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話 就導致美國的海軍 那個作戰能力 或者想去擴大 或者更新自己船隊的能力 就受到很大的製造 去到一個地步 開始意識到就是 如果是這樣下去的話 中國的海軍的船隊不斷壯大 而美國來講的話 就真的非常拖慢板 雖然說美國軍隊的武器 那個技術 可能高一些 但是 偽多生氣死仗啊 中國船隊不斷擴大來講的話 就是遲早的數目 都已經贏了 已經是壓倒了 可以怎樣搞呢? 所以 美國軍方 和美國政府 都開始考慮就是說 可不可以跟 他比較信任的 友好的國家 在這方面有些合作 當然 韓國和日本 都是美國比較信任的 友好的國家 還有就是 韓國和日本在造船的 那個技術 能力來說的話 都仍然是 不錯 當然 如果以那個 產能來說的話 就已經被中國 爬過了 但是在那個技術 和起碼 那個生產的能力來說的話 比美國當然是優秀很多了 但是問題就是 美國的法例 都仍然是 一個金剛圈那樣 保護了 或者 不讓 美國的海軍 將船的訂單直接交給 就算是 友好的朋友的國家來說的話 法例上面都 起碼在現階段來說 說不容許 那可以怎麼做呢 所以 我看到的發展就是 第一 現在是開放了 就是說 做船不行而已 維修可以 所以 現在美國 或者是一些美國的 一些 跟美國比較近的國家來說的話 都會 將他們的一些軍艦 當然 未必去到最高端最厲害的 航空母艦那些 但是比較像一些的 藍隻來說的話 是可以 給韓國 日本的船廠進行維修 OK 這個已經幫不少了 OK 此外來說的話 似乎美國那邊 都是 嘗試去引入 譬如說 日本的船廠 或者甚至是日本的船廠 去美國那邊投資 因為美國 有些船公司 其實規模 都 不是一直萎縮 而且因為他們的 營運都不是很有效率 那 怎樣可以能夠 在短時間 大幅提高他們的效率 和產能 一定需要有新的投資 和新的技術 的轉移 才可以做到 所以呢 比較近期的消息 就是說美國其中之一間 比較規模 略為小一點的船廠 就叫做 在菲利德爾菲的 的地方來說的話 就好像美國 就基本上同意了 就是給韓國第二大船廠 以前叫做大禹 幾年前 好像改了名字 現在叫做 Henwa 韓華 OK 就好像是通過了 就會給韓華 這間韓國第二大船廠 就會是 買入這間在美國 廢城的船廠 所以其實是在進行這類的事情 除了這件事 也不排除 美國可能有機會 甚至乎進一步調整 那個法例 容許美國的軍方 可能起碼是某些類型的 或者某些級別的船隻 可以交給別的國家 友好國家生產 所以這個發展 或者這個事態的發展來說的話 有機會 都是會對韓國 以至日本的造船業來說的話 可能會是一個新的 生意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這些就是 在造船業來說的話 近期來說 一些比較有趣的發展 剛才所說的 美國方面來說 當然它有一個 就是一個 都算是一個迫切的需要 怎樣可以在短時間來說的話 是可以加大自己海軍的船隻的 這個數量 所以 跟一些友好國家的合作 這個是一個 基本上是 是必然的一條路了 問題就是怎樣合作 或者可以那個合作 如何進一步放寬呢 這個反而是要 看看事情的發展 這個也是 可能 對於我去年時候的 一個 我今年也翻炒了 希望也會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 今天散打 就跟大家說到這件事了 就好像有一點點自私 就說一個自己有持份的一個行業 但是 整個行業的發展來說 其實也有趣 因為 影響所及 都是對全球的影響 都會有很大的 因為 始終來說的話 我們要明白 全球的 這個貿易量來說的話 其實 很大部分的貿易量 無論你是 就是油、乾散貨、貨櫃 種種的製成物 其實都是要由船去運輸的 即是飛機 當然 快 但是你沒有可能有很多重型的東西 你沒有可能用飛機飛的 鐵路 你也受制於 就是綠路的有限 那你 其實 全個地球來說的話 有70%的面積 地球表面 是由海 就是海洋 所覆蓋的 所以 而運輸來說的話 用海路去運輸來說的話 也是最低成本的 也可以運輸最大量的 一個做法 所以 全球的貿易來說的話 如果以貨品的運輸來說的話 九成以上 都是經由水路 所以 船的行業來說的話 其實就 不只是 我自己一個私心的 一個行業 也是對全球經濟來說的話 也是一個相關性高的 一個行業 也是一個值得 留意一下的 一個行業 好的 今天的散打就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跟大家 大家再聊一會兒 OK 大家 take care 拜拜